欢迎收看小高近日 三枚奥运金牌得主全红蝉的父母 出现在某赞助商车企的交车仪式现场 这是全红蝉在巴黎奥运会再次站上最高领奖台后 某赞助商车企给予她的特别奖励 由于全红蝉目前正跟随国家队备战接下来的多项赛事 无法亲自到场提车 因此由父母代替自己出席现场交车仪式 为了迎接这场属于自己宝贝女儿的盛典 全红蝉的父母提前做足了准备 两人都身着白T恤 穿戴的十分整齐 父亲特意修整了头发 而母亲则是特意把头发扎起来 两人看上去显得格外精神 赞助商车企负责人将全红蝉父母拉到受赠车辆前合影 并安排工作人员让全爸对锁赠车型进行试诚 感受一下车内的舒适感 不得不说 赞助商所赠的这款车型时尚大气 车内事相当温馨 全妈在看到新车后笑得合不拢嘴 而全爸则不停地向工作人员询问车子的性能 从他俩的表情上看 二老对于女儿全红蝉获赠的新车相当满意 该车企将这段赠车视频发布至网上 立刻引发了不少喜爱全红蝉的粉丝进行点评 大家纷纷为全红蝉得到新车表示祝贺 不过这并不是全红蝉第一次获得赞助商车企的奖励 在此之前全红蝉她还曾获得某高档车企赠送的SUV 不过相较于底盘高的SUV 全红蝉或许会更喜欢刚刚到手的这部新车 毕竟这款新车更适合女性驾驶 全红蝉两次在奥运会上夺冠 不仅为她自己赢得了荣誉和奖励 也给她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众所周知 全红蝉的父母一直在家务农为生 上有两位老人需要照料 下有五个子女需要抚养 东京奥运会夺冠之前 全红蝉的家庭可以说是非常贫困 但在全红蝉夺冠后 家庭经济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不仅建起了新房子 哥哥也成为了当地的知名网红 并依靠直播家乡土特产 购买了属于自己的新车 还给全红蝉添了嫂子 这些变化都让全红蝉感到非常欣慰 随着新的奥运周期正式开启 全红蝉正全身心的投入到国家队的训练之中 对于蝉宝来说 需要积极适应和克服 不过有陈若霖这样一位经验丰富的教练 在身旁随时提点 相信能够顺利帮助到全红蝉度过各种生理观 在四年后继续向奥运金牌发起冲击